今天我用两颗鸡蛋一碗面做的大发糕 蓬松轩超级好吃 不会做的老铁一起来做吧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加五颗酵母粉 三颗白糖 搅拌至酵母融化 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倒入120克的温牛奶 调成浓稠乌克力的面糊 将面糊放在温暖处 形发至两倍大 搅拌排气 再放入葡萄干 提前切好的大枣碎 从一个方向再次搅拌均匀 模具底部刷上一层食用油 侧面也刷油 将面糊倒入模具中 震出气泡 再醒10分钟 凉水上锅蒸40分钟即可 蓬松轩软的大发糕就做好了 再切成小块 好吃又简单一做的大发糕 制作完成 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感谢支持 contrib用来结构 提供 就是 给我们喝声trail 保持